好来看这位白天在学校教书 下了课就变身成大厨 这位料理意大利面来自加拿大的唐麦克 从小对烹饪非常有兴趣 即便远心千里来到台湾 依旧没有忘记 跟太太也顶下了朋友的店面 从路边小店开始做起 维养她长久以来的烹饪梦想 加入需要的配料在锅中快炒 拌着特制酱汁提点香气与味道 打造专属的意大利面口味 带着满满热情从街边小店出发 老板唐麦克来自加拿大 从小就怀有的六里梦 让她决定走出舒适圈 放手搏一搏 我记得我当时12岁 我做了一个错误 或是一个好错误 我告诉我妈 我说这不太好 她烹饪了什么 我批评了它 所以她说好 你自己烹饭 好 所以从那开始 我基本上要学习 我自己的父母 我父母和叔母 2001年来到台湾教书的她 原本只打算待上一年 但遇上太太 让她从此成为台湾女婿 而这样的背景 让她的料理融合了台湾 与加拿大经验 我们加了一些味道 我从我的父母 做了一些食物 我从我的父母 做了很多年 做了很多年 于是现在的唐卖课身兼二职 白天在学校教书 下了课就到店里 玩起袖子 拿起锅铲 料理食物 所以教书是全是心理 和煮食物是全是身体 身体和心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混合 所以如果我去教书 可能我会疲惫 但在做这个 能够联合 和人们 使用我的身体 来创造什么 即便因为兴趣 还有工作 忙得团团转 但唐卖课从不以为意 因为他从中 品出了 为爱料理的幸福人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